韩国的郭润奇 韩国的又是三名选手进入决赛 李浩熙 美国的乔丹马龙 又是三名韩国选手 比赛又显得可能很难有什么悬念 一开始韩国队并不着急 马龙也是觉得如果自己在前面领滑 实在是没有这个把握 能够像王蒙那样一直顶到八九百米之后 还是先站一个更轻松一点的位置 韩国队李浩熙现在是滑到了第二位 对马龙来说这样滑是非常累的 一个是体力 再一个是精力 对方可能是从三个三个人上来 同时准备抄你 外面也得看里面也得看 对他这个前半场就是一种折磨 但是马龙也是把这场比赛 看作一个对自己的挑战 面对三名韩国选手 毫无巨岁 又是滑在第二 李浩熙滑在第一 李浩熙先把速度滑起来了 后面的队员离他仍是有点远 马龙重新夺回第二的位置 李浩熙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他在这个 这名选手就是在世青赛当中 曾经夺得过三届冠军的一名选手 在这场比赛里面又是夺得了第一 不过马龙也表现得非常好 获得了第二 裁判在一起在商议 看看比赛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什么犯规动作 但是刚才的比赛进程里面 好像不是特别明显 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李浩熙的超越 由于前面韩国队另外两个人一直在给马龙施加压力 所以马龙刚才这个弯道是太想看住自己外道 外道的线路 结果被李浩熙从内道抓住了一个空当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 最后没有什么判罚 谢谢大家